今天我们讲第十一章 叫下量代数 有两块内容 一个叫下量代数 一个叫空间减几何 这一部分的内容 只对我们数学一要求 并且在实际的考题当中 单独的出 下量代数空间减几何的题目 少之又少 但是呢 它是后面我们三重积分 曲线积分 曲面积分 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些内容 基础内容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对一些相关的东西 要有所了解 有所了解 实际上 真正要在这个地方出题的话 有的时候的题目 也可以出的相当相当的难 那好的是我们这个人生考试 这一部分内容不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要求 它是作为一个工具 只为后续的服务的 当然这个从内容上大块上来说 这是一部分叫下量代数 那么你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 包括向量的运算 所以第一大块这个向量代数 要知道一 向量的运算 那么除了这个 卸性运算之外 包括这个数成 加法之外 其实另外的几个运算 也是值得大家要关注的 一个叫内极 一个叫向量极 还有一个叫混合极 混合极相对较少了解即可 但是对这个内极 或者叫数量极和向量极 这个运算要回 当然除了这个算之外 一些简单的性质 要了解 这些性质 在数学上它有共性 比方说这个分配率等等 交换率 这个怎么算 怎么算 所以第一个 关于向量的运算 那么在向量的运算当中 运算当中 其实我们大概更常用的 我们要汇算 一个向量的方向运算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在考虑这个直线 考虑平面 要考虑方向向量和法向量 你给一个空间的曲线 要考虑它的切向量 你给一个空间的曲面 要考虑它的法向量 所以这些向量当中 和它方向一致的 那个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比方说 我们给一个向量 那么和它对应的 这个单位向量 就等于 它除以这个向量的长度 经常我们把它记住 这叫与方向一致的单位向量 而这个单位向量 我们当然更多的 我们是用到三维向量 因为这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cos alpha cos beta cos gamma 这叫做方向余旋 其实这里的 alpha beta gamma 表示的是这个向量 与x轴 y轴和 z轴正方向的夹角 这叫夹角 当然我们显然看到这个方向余旋 cos alpha 平方 cos beta 平方 加 cos gamma 平方 应该等于几呢 1 所以这个方向余旋 是我们经常要碰到 要会算的 这是第一个 关于下量代数 大概重要的 两点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空间结极合 空间结极合 一个就是最基本的空间的两个极合同行 一个叫直线 一个叫平面 要了解 这是一 第二 对空间的一般的曲面 我们要了解一个重要的面 叫旋转面 还有你需要记长届的二次曲面 这是大概我们整个这一章 需要大家一定要汇的几个点了 汇的几个点 所以下面仍然翻看我们的讲义 看一看这一部分的主要的内容有哪些 我们不再一一的去写了 第一个关于向量 什么叫做向量 向量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叫向量 经常怎么表示 用黑体字母或代界头的 它来表示 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大概用它更好一些 因为你黑体字怎么写出黑体字呢 黑体字 当然这个向量 我们在考虑的是空间结极合 那一般的我们就搞到三维界了 是吧 三维 所以我们经常也把这个向量 写成 X I 加Y Z 加Z K 这是向量的形式 当然也可以写成一个坐标的形式 那就是XY Z 所以说什么叫做两个向量相等 两个向量相等 指的是方向相同 大小一样 那么在几何上看 说两个向量相等 方向相同 长度一样 这叫 两个向量是相同的 是吧 当然这个向量 可以做加法 对吧 比方说 还有一个向量B 如果这个是X1 Y1 Z1 B 是X2 Y2 Z2 那么很自然的 我可以做A加B 就相当于 把它的对应风量加起来 那么这两个向量相等 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个风量相等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与之 方向一致的单位向量 就等于 它处于长度 长度是谁 那么A的向量的长度 其实几何上 就是这段长度 这段长度 那就是根号下 X1 的平方加 Y1的平方 加Z1的平方 因而我们这个单位向量 与它方向一致的单位向量 就是X1 除以根号下 X1的平方 加Y1的平方 加Z1的平方 这是Y1 除以它 这是Z1 除以它 其实我们这个向量 也就是三个方向预选 cosα cosβ 和cosγ 虽然会要求 是吧 修和它方向一致的 这个方向于选 当然 零向量 那就是 这个 分量 缺为零的向量 是吧 缺为零的向量 这些概念 完全没问题 是吧 完全没问题 包括第七个 说以两个端点 M1 M2 以它为起点 以它为中点 这个向量 那么这个向量 我们写出来 就应该等于 M2点的坐标 假定是 X2 Y2 Z2 M1的坐标 是X1 Y1 Z1 那么得到的这个向量 那就是 X2 解去 X1 Y2 Y1 Z2 Z1 这些 我们都应该能把它 写出来 这是第一个 关于概念 第二个就是运算 这个运算 刚才我们说了 第一个 加解运算 加解运算 第二 叫数乘运算 乘一个数 就是每一个分量 都给它乘一个数 这些不用说了 是吧 不用说了 重要的是 下面我们第三个 叫做数量级 数量级 比方说刚才我们 向量A 和向量B的数量级 一个点 就等于 对应分量的成绩 这叫向量级 这个数量级 当然这个数量级 后来我们还可以知道 说这个也等于它 A的长度 乘以B的长度 再乘以 这两个向量夹角的 逾选 这叫数量级 向量夹角的 逾逾 逾逾 当然这个数量级 关于一些运算规律 包括 A与B的数量级 等于B与A的数量级 说 Lambda给它乘 A乘一个Lambda数量级 等于数量级 在Lambda 这都没问题 没问题 第四个 关于向量级 向量级 注意了 记住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 这个数量级 为什么叫数量级 它是个数 而这个向量级 它是个向量 是一个新的向量 这个新的向量 既有方向 又有大小 方向是什么 符合所谓的右手法则 这是一个新的向量 C 右手法则 什么意思 C C的方向是 从A到B 转过去 大拇指向 是C的方向 从A到B C的方向 那么这个C 要既和A垂直 也和B垂直 并且它的大小 大小就等于 A的长度 乘以B的长度 或者叫大小 再乘以A与B 夹角的正弦 方向是既和它垂直 又和它垂直 符合右手法则 大小 正好等于它的长度 乘它再乘以 两个夹角的正弦 这是一个向量级 当然这个向量级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向量级 还有一个计算公式 形式上 我们用这个行列式来表示 这是I 这是Z 这是K 下边第一个 是A的风量 X1 Y1 Z1 X2 Y2 Z2 是一个新的一个向量 所以今后啊 我们要会算 这个向量 但是向量级呢 这个运算的性质 就稍微的变化了一些 比方说 A与B的向量级 和B与A的向量级 正好差一个符号 为什么 因为方向右手法则 正好差一个符号 对吧 你也满足这个数量级 满足向量级 也满足分辉率 等等 这些都对 都对 第五个叫做混合级 混合级 混合级 我们记住 A B C 其实这个混合级是什么 就是A与B 做 下量级 再与C 做数量级 其实最后我们知道 这会等于什么结果呢 等于X1 Y1 Z1 这是A的三个分量 B的三个分量 X2 Y2 Z2 C的三个分量 X3 Y3 Z3 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 而这个在 它的大小 就它的绝对值 正好表示的是 以ABC 为 这个三个 边的长度的一个平行六面体 长宽高 这样一个平行六面体 当然我们翻过页 我们看到 264页 也可以了解一些性质 是吧 交换两个 交换两个 关键看怎么换 怎么换 我们是不变的 按次序 融换 结果不变 结果不变 这是我们 这个 关于这个 用算 关于这个用算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 下量之间的关系 关系 看我们讲义 那么这个关系当中啊 其中有两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 就是垂直 向量A 判断它垂直不垂直 这是经常用的 垂直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数量级等于零 而这个数量级等于零 当然就变成了 X1 X2 加Y1 Y2 加Z1 Z2 等于零 这是垂直 第二 我们还有一个 两个向量之间的关系 是特殊的 就是平行 平行的重要条件 是 N与B的数量级等于零 这个零 注意 这是数零 这是个零向量 这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对应 分量成比例 这是两个 重要的关系 也在实际当中 我们经常 要运到的 因为今后我们考虑直线 考虑平面 不就是要考虑 它的方向向量 和法向量的问题吗 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 全可以转化成它 当然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三个向量 A B C 共面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一定存在 不全为零的数 是的LambdaA 加μB 加加μC 这个等于零 其实这个共面的 充分条件是谁 就是A B C 三个向量的 混合级 等于零 所以这是我们 直接这个关系 关系 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向量 第二个问题呢 本来是空间解几核 但空间解几核当中呢 有 两个 图形 可以是空间当中 比较简单的 也是我们常用的 一个叫直线 一个叫平面 直线平面 那么关于平面 我们的方程有下面的几个形式 但是用的最多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其实是第四个 其实第三个用的较少 第一个我们叫做一般式 就是平面的一般式 是什么呢 是A X 加 BY 加 C Z 加 D 等于零 等于零 叫一般式 一般式 那么前面的系数 一看到它 马上就知道 这叫做平面的法向量 法向量 所以确定这个平面 法向量是很重要的 就是 A B C 自然这个法向量是不为一的 它是法向量 乘以一个非量的常数 仍然是法向量 所以我们关键是在于 这个法向量能不能找到一个 至于 要哪个 要哪个 那么是情况而定 其实法向量不是唯一的 什么叫法向量 这是一个平面 就是和它垂直的这个向量 就叫法向量 这叫一般式 第二个叫叠法式 顾名实义 就是知道一个点 M0 知道法向量 要求平面方程 其实大家看到 随便在平面上取一个点 MXYZ 那你自然知道 这个向量和这个向量 是垂直的 垂直 那就说明 它们的数量级等于零 数量级等于零 那不就是A乘上 这个点的坐标 XYZ 这个点的坐标 X0Y0J0 那就是XJX0加B乘上YJY0加上C乘以ZJZ0等于零 这叫叠法式 第三个叫三点式 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三个点 确定 不在同交直线上的三个点 确定一个平面 M1 M2 M3 怎么定 其实大家看 这个向量和这个向量的向量级 向量级就是我们的法向量 对吧 再经过一个点 当然我们的方程完 就可以写出来 当然这个三点式 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正好是个三件行列式 那就是XJX1YJY1ZJZ1 而后边这个是X2JX1Y2JY1 其实哪个当Y1J2J1 那下一个就是X3JX1Y3JY1和J3J1 这叫叠法式 这个三点式 知道三个点 一样的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平面方程 第四个叫拮据式 这和我们直线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平面 与三个坐标轴的拮据 那么它的方程就变成 Y比B加上Z比C等于1 而这个A比C表示的是平面 在三个坐标轴上的拮据 这是X轴 Y轴 Z轴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叫拮据式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大概是第一和第二 其次是第四个 三点是我们用的较少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平面的方程 还是应该记一记它们的方式 第二个叫直线 直线怎么定 其实空间给一个直线L 我们也有一个确定它方向的向量 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S 当然了我们这个直线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怎么看 这是一个平面 这又是一个平面 这也是我们的L 那么这个L就可以看作是两个平面的交线 所以第一个我们叫做一般式 这个一般式也就是两个平面的交线 所以叫交线式 那么哪两个平面 那就是A1X加D1Y加CZ加D1等于零 这是一个平面 第二个平面 A2X加D2Y加C2Z加D2等于零 第二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相交的 这就是我们直线 所以把它叫一般式 那么一般式先来看到 第一个平面 它的法向量N1就是A1B1C1 第二个平面的法向量 就是A2B2C2 这是两个法向量 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 你这条直线L 它的方向向量S 就应该是这两个法向量的什么极 法向量的这个向量极 所以它的方向向量我们也可以知道 对吧 所以从这个一般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信息 第二个叫做标准式 标准式 标准式给的是谁 就是知道了L上的一个点 知道了方向向量S S 加定是L M N 它的三个分量 而经过了一个P0点 是X0 Y0 Z0 所以大家看到 你这是个L 这是个S 这是个P0点 随便找一个P 很显然P0P和它是平行的 平行什么意思 分量对应层比例 这个的分量 那就是X解X0除以L等于Y解Y0除以M等于Z解Z0除以N 这是标准式 那么有标准式 马上可以写出我们的第四个 我先把第四个写出来叫参数式 参数式 就是既然三个箱的令它等于T 因而参数式就搞出一个参数T 那就等于X0加上LT Y等于Y0加上MT Z等于Z0加上MT 这叫参数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知道 这是我们第三个 我们确定了两个点 我们也能知道它的直线方程 知道了一个P0 知道了一个P1 P0P1不就是方向向量吗 经过P0点 所以两点式就可以用这个标准式写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方向向量是 X1解X0 Y1解Y0 Z1解Z0 那么利用这个标准式 那就变成了 X解X0除以 X1解X0 等于Y解Y0 除以Y1解Y0 等于Z解Z0 除以Z1解Z0 要注意的是 我们大家不要误认为 说这个方向向量只能取它 你兜给它乘个负号 也是方向向量 兜除盖 还是方向向量 对吧 对方程的形式 不一样 但实际上表示的是 同一个直线 同一个直线 当然有了直线 有了平面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一些位置关系 位置关系 这些我就不再一一的练了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位置关系 都可以转化为向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第三个看我们讲义 265页 平面与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平面之间的关系 那么给了两个平面 一个是π1 一个是π2 当然对应它的一个法向量是N1 对应它的法向量是N2 那么这两个平面之间 很显然 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π1和π2平行 π2平行 那就说明它的充要条件 是N1法向量平行了吗 平行这个法向量是和π1垂直的 N2是和π2垂直的 N2是和π2垂直的 这两个平面平行了 所以N1和N2是平行的 N2平行它的充要条件 就是它俩的数量级等于 向量级等于0 而这个向量级等于0的含义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π1 如果是A1X加D1Y加C1Z加D1等于0 A2X加D2Y加C2Z加D2等于0 所以平行的充要条件 就是前面这个系数对应称比例 A1除A2 你看 向量级等于0 B1 B2等于C1 C2 那么很自然大家看到 如果重合是什么意思 所以再来一个D1 除于D2 那这两个平面就变成了重合 第一个 第二个说π1和π2垂直 那就意味着这两个法向量是垂直的 当然法向量垂直 那就是它俩的数量级等于0 容易判断 那么既不是平行也不垂直 垂直是相交的一个特例 如果一般的我们要相交的话 要求π1与π2的夹角 π1与π2的夹角 那么怎么求 其实我们这个夹角 cosθ 就等于N1 与N2的数量级 再除以N1的长度 再乘以N2的长度 当然我们这里说 两个平面之间的夹角 一定要求它是在0到2分之π之间的 2分之π之间的 这就是平面与平面之间的关系 第四个 直线与直线 假定有一个L1 有一个L2 那么衡量这个直线 就有两个方向向量 一个是S1 一个是S2 S1 S2 所以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第一个 如果L1和L2平行 这个平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当然指的就是 这两个方向向量平行 而方向向量平行 就是它们的什么极 向量极 等于0 向量极等于0 是什么 对应分量乘比0 对应分量乘比0 第二个 L1 垂直于L 那个充分量条件 就应该是 它的两个方向向量是垂直 这个方向向量垂直 它的充分量条件 就是它们俩的数量级 所以我们把判断这个直线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就完全用这个向量来表示 当然第三个 我们要求L1与L2的夹角 这个夹角需要注意了 可能这个直线还是一面直线 有可能 我们在高中立体检验的时候 是一面直线 就这两个直线啊 不一定相交 不一定相交 但不管相交不相交 总是可以算它的夹角 那么这个cosθ 一样的 就等于s1与s2的 不就这两个向量的夹角吗 s1与s2 再除以s1的长度 再乘s2的长度 那么这里的θ 两直线的夹角仍然要的是那个锐角 不超过90度 90度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说什么时候是一面直线 一面直线 那么一面直线 怎么考虑 那就在P0 P1 L1上找一个点 P2 L2上找一个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P1 P2是个向量 原来有一个s1 再有一个s2 如果这个混合集 混合集 不等于0 那么就一定是什么直线 一面直线 一面直线 所以我们还可以考虑盘到一面直线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意思 没在这里列出来 是吧 这是直线与直线 第五个 直线与平面 那么给一个直线L 它的方向向量 s 等于 m l m n 而给了一个π 它的法向量 因为这里有一根了 我们看上去好像不太好写了 法向量 假定是 A B C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 假定这个是 N它 这个N和这个N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下边得到的结论是 L 如果是平行于π 这个时候注意了 这是一个直线L 这是一个平面π 它和它平行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这是方向向量 这是法向量 所以它要平行于它 就是法向量和方向向量垂直 所以这个重要条件 就是 S 垂直于法向量 第二 L 如果垂直于π 它的重要条件 就是S 平行于 它 这个要注意一下 当然 第三个 我们一样可以求L于π的夹角 夹角 这个时候夹角 我们仍然假定的是θ 在0到2分之π 但是 这个 求这个夹角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sinθ sinθ 等于 两个的数量级 为什么 大家看 这个和它的夹角 实际上 实际上 不是这两个向量的夹角 而是这两个向量夹角 还有一个 鱼角 它的鱼角 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sinθ 等于它 除以 这是 夹角 L 夹角 除了这些位置关系之外 我们看第六个 有一个点到平面的距离公式 平面的距离公式 不用说了 这就是点到直线距离公式的推广 你看我不写了 说有一个点M0 到平面的距离为 根号下A方加B方加C方分之他 对吧 这是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点到平面的距离公式 那么 希望大家翻过页 我们看266页 有一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要了解一下 如果能把它记住是最好的 那么 怎么去推导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方法不止一个 比方说 这是个点 P0 这是个点 线 L 你怎么去求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应该过这个点做一个平面和L垂直 垂直 垂直 是P 这一段距离就点到直线的距离 当然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当然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我们到底怎么去 怎么去求 怎么去求 其实 我们这里假定啊 还有一个点 是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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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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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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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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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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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2 2 点到直线的距离 就应该等于 M1P0 与 S的 下量级 再除以S的长度 这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 而这个M1 就是直线上的任何一点 所以这个就等于 一做就变成了 它与它做 IJ K X0 解去 X1 这不是这个下量吗 Y0 解Y1 J0 解Z1 然后下一个 S 那就是L M 做完 下量级 是这个新的下量 它的长度 这个表示长度了 再除以S的长度 根号下 L的平方 加M的平方 再加上M的平方 这就是我们推导出的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就是说它 这一段 乘以这个角的正选 是不是正好这段长度吗 所以最终我们得到了这个 希望大家 能把它记 第一个记 没问题 很有规律 关键是第二个 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这是我们这个特殊的 特殊的直线 特殊的一个曲面 就是平面 那么一般的曲面 我们要了解什么 所以我们研究生考试 大概要做到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旋转面 旋转面 当然旋转面的形式可能有很复杂 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知道 知道 这次我们有一个 XOY 比方说有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L 它是XOY面上的条线 这条线 横坐标XY等于零 这就是这条曲线的方程 它要绕X轴转 X转转 希望大家 这个旋转面 怎么推导 应该是 认取曲面上的一个点 你看看我们怎么推导这个 认取 旋转面上的一点 旋转面的一点 这一点是P XYZ 它这个点 既然是旋转面上的点 它一定是由 L上的点 X0 Y0 Z0 旋转得到 旋转得到 那么大家看到什么叫旋转面 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P点 这里有一个P0点 要转过来的 那么大家会看到 P点到 X轴的距离 和P0点到X距离 这两个距离应该是相等的 因为转过去的 因为转过去的嘛 转过去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有 这一段距离 就等于这个点的坐标 这个点的坐标是谁 因为大家看到X轴转 就这个点的横坐标 所以这个点的坐标是X0 00 而这个点的坐标 是XYZ 其实这个点的坐标 XYZ 这个X和X0是相等的 是吧 X就等于X0 而这一段长度 就是Y的平方 加上 这段长度 YZ 那X就转吗 X0是不变的 是吧 不变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等于Y的平方 加上Z的平方 就等于这段长度 这段长度是谁 就等于Y的 这一点坐标的绝对值 这一点坐标的绝对值 它Y0的绝对值 这不是转完以后吗 当然了 我们这里要满足什么条件 F X0 Y0 应该等于0 你看这是个线上吗 所以把它带进去 最后我们得到这个曲面 旋转面的方程Sigma 就变成F 把X0换成X 把Y0 绝对着它 所以这个就变成正负根号下 Y方加Z方 等于0 其实我们今后 这个结论直接记不住 就想一想 怎么转来的 怎么转来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要绕Y轴转的话 Y轴转的话 就是随便 绕X转 X不变 绕Y轴 Y不变 而把X换成正负根号下 X平方加Z平方 这个等于0 这是我们旋转面的方程 当然这个是 XO外面上的直线 如果是YO这面上的直线 绕着Y轴转一圈 道理是一样的 绕着Y轴转 Y不变 随便 因为这条线的方程是 FYZ等于0 绕Y轴转 Y不变 Z变成谁 变成FY 正负根号下X方 加Z方 等于0 这是旋转面的方程 所以一样的道理都可以考虑 实际上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 这个绕着轴转 第一这个曲线 未必在坐标面上 第二绕着那个轴转 也未必就是X轴Y轴 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出现 一个线绕着某条线转 但不管怎么转 我们的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旋转面上任意一个点 一定对应了L上某个点 转过去的 这个转过去 这两个点到 这个围绕那个轴的距离 是相等的 就正好等于转完圆的半径吧 所以利用这个条件 我们一定可以 把这个旋转面的方程 求出来 当然从以往的考题来看 重要的考的都是绕轴转的 大家以后有个别年份 曾经考过绕一个直线转的 这是第一个叫旋转面 第二个叫柱面 柱面 柱面是什么样的一个面 就是平行于定直线 并沿着曲线C移动的直线 L形成的轨迹 比方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圆 这是个C 我有些线沿着平行于 这一组的线 这一组的线 那么形成的这样一个轨迹 那就是圆柱面 所以我们的柱面 其实柱面一定是缺一个变量 所以说平行于Z轴的柱面 就是FXY得零 平行于Y轴的 就是这个 母线平行于Y轴的 那就是缺Y 那就是FXZ等于零 这是关于柱面 柱面的方程 当然下面还有其他的 我们怎么去求这个投影 求投影 这也是我们在三重积分当中 经常面积分要用 比方说有一个 C 曲线C 说FXYZ等于零 这是一个曲面 还有一个曲面 GYZ等于零 我要求C 在XO外面上的投影 投影 这个时候怎么求 方法要消去Z 就得到了XY等于零 然后Z是谁 XO外面上的一条线 其实就是这个柱面 和XO外面的交线 这个线 就是空间曲线在XO外面上的投影 那么有了空间曲线的投影 很自然大家还想说有一个空间的曲面 这样一个曲面 它在XO外面上的投影是个什么 那当然就是个投影区域 这个投影区域怎么看 那就是用边界的曲线的 投影下来的线 所围成的那个区域 这就是这个曲面 在XO外面上的投影区域 所以 投影曲线可算 也就完全可以算了 是吧 完全可以算了 但是我们这里希望大家翻过页 我们要记一些常见的二次曲面 二次曲面 这些曲面 希望大家回去翻一翻 第一 第二 第三 是三个柱面 一个叫 椭圆柱面 圆柱面 椭圆柱面 和泡布柱面 第四个 球面 我想这个没问题了 是吧 第五个 椭圆柱面 没问题 大家理解 第六个 椭圆椭面 椭圆椭面是什么样的 第六个 我不再一一的去画了 椭圆椭面 实际上是一个面 椭圆椭面 是这样一个 用平均X外面 接下来都是谁 圆 椭圆 椭圆椭面 特别的当 AB相等的时候 那就是圆椭面 AB相等 圆椭面 同样的第七个 叫椭圆拋面 椭圆拋面 什么意思 就在X外面的上方 用平均X外面的平面一结 结下来都是椭圆 而用平均那两个的 结下来都是 这个拋线 所以叫椭圆拋面 特别的 如果A和B相等 那就叫旋转拋面 第八 单叶双曲面 就和我们发电厂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冷却塔一样 对吧 双叶双曲面 两边 各凸出来一块 是吧 当然我们在这里 还有第十 叫马鞍面 像一个马鞍子一样 是吧 我们这些面啊 其实在我们考试当中 考到的最多的 是第四 第五 第六 和第七 这几个曲面 一定要画得很好 对吧 画得很好 当然原住面 也没问题 所以常见的曲面 应该会画 应该会画 这是我们整个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